网上流行一句很火的话,让我深有体会 骑自行车,两脚使劲才一小时,只能跑十公里 开汽车,一脚轻踏油门,一小时能跑一百公里 坐高铁,闭上眼睛,一小时也能跑三百公里 乘飞机,吃着美味,一小时却能跑一千公里 只有认清自己,依靠平台提高实力,才能立于长久不败之地 缺乏自知之明的人,错把平台当本事 如今之江有句话说,很多人常常拎不清 误把平台的资源当作自己的能耐 误把平台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的本事 对自己没有客观认识,过于自信,是前进的最大阻力 以前有个同事小孙,接触到一家大客户 但是运营初期,对方对流程不熟练,沟通起来 非时非力 小孙意识到客户的前置,不远千里去住厂三个月 进行业务指导 渐渐地,一切步入正轨 对方老总对小孙赞不绝口 说只要小孙一句话 他就在我们当地设立办事处,让小孙全权负责 那一年,这家客户盈利三百万 但是最后的提成比例,让小孙很不满意 想不到领导严肃地说 是公司投入成本培养了你 而且,这个客户坐下来,很多部门都在协助 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小孙一气之下提出了辞职 他当场联系客户,表示愿意为办事处效力 谁知对方老总却说 这是需要从长计议,再就没了下文 后来小孙应聘了别的公司 本以为那家客户跟自己很铁 结果对方还是继续跟前公司合作 有句话很扎心 凡是把成功完全归功于自己的人 往往得到不好的终局 很多时候是平台的背景和资源 成就了你的地位 离开平台就削弱了你的人脉和能力 做个记者采访了几个牛人 就以为机身大咖行列了 其实,别人在意的是你所属的公司 当个作者,在大平台翩翩十万家 自己开个公众号试试 逐次逐句推敲打磨 粉丝寥寥无几 就算你位高权重 平台之上受万人敬仰 一旦微服私房 也会成为众人口中的老李老王 人贵有自知之明 找到自己的定位 敬畏平台 审视夺势 才能进退有度 离开平台 你可能什么都不是 看过一个视频非常震撼 在非洲大草原上 一头落单的雄狮 被一群猎狗围攻 多次试图逃跑 又反反复复被摁倒 场面惊心动魄 命垂一线之际 另外几头狮子赶来 一拥而上 猎狗们大惊 仓皇逃乱 可见即使是最强者 单打独斗 也容易被弱肉强食的 时代洪流所吞噬 而平台是所有 个体力量的汇集地 有不可比拟的战斗力 我们不能否认一个人很出色 但那是在恰当的时间节点 在特定的环境中 展现出来的最大优势 有的人往往具备了 把一件事做好的一个点 却想当然地放大成了一个面 一旦离开固有平台 需要适应新环境 经验和辨识度 就会大打折扣 我身边有些人 手上握着大把资源 跳槽时 以为可以实现人生跳跃 结果新公司很快就熟悉了 他所掌握的所有人脉和操作流程 而他却很难适应新的运作模式 阿里的一位P7技术专家辞职后 三年内换了六份工作 总是在试用期就被pass掉 华为的那些牛人高管跳槽后 励志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最终却再也创造不出昔日的辉煌 也有些人出来创业后才发现 资金储备 人际关系 团队协作等等 环环相扣 自己缺乏对全局的把控力 正如格局一书所说 一个人的能力再强 离开了平台什么都不是 公司好比一台机器 个人很容易变成一颗 固定型号的螺丝 与其他机器匹配起来相对困难 很喜欢这段话 别把运气当才华 别把平台当本事 有智而契合 思维大智 有才而幸缓 方为大才 抛开平台的光环加持 才是你的实力 遵守规则 谦卑谨慎 才是智慧的人生 有远见的人 依靠平台提高实力 很认同这句话 一根稻草扔街上就是垃圾 与白菜捆一起就是白菜架 与大闸蟹绑一起就是大闸蟹的架 有一次某富商看他的司机兢兢业业干了那么多年 想让他安度晚年 于是拿给他200万元支票 司机却说不用了 一两千万还是拿得出来的 富商很诧异 你每个月收入只有五六千 怎么能攒下这么多钱 司机回答说 我在开车的时候 您打电话说哪个地皮可以买 我就去买一点 说哪只股票可以买 我也去买一点 真正厉害的人 懂得顺势而为 善于将平台的优势 转化成自身的价值 那是谁都拿不走的实力 九十年代初 十七岁的农村姑娘杨丽娟 进入海底捞做服务员 每个月工资160元 老板张勇要求每个员工看书写总结 打字学开车 别的员工都敷衍了事 只有小学文化的杨丽娟 却均持了下来 别的小姑娘买新衣服 她默不吭声地买了个键盘学打字 后来又攒钱买了台电脑 报了个电脑班 专门学了一个月 服务员 配料 上菜 收银 所有事情她都做了个遍 几乎半年就升一级 十九岁时就当上了店长 2018年 四十岁的杨丽娟和张勇 共同敲钟上市 成为千亿上市公司的缔造者 身家村生至三十亿 这就好比平台是火炉 个人是木炭 跟平台融合在一起 才能共同发光发热 让自己的能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马云的话 让人醍醐灌顶 在阿里巴巴工作三年 等于上了三年研究生 他将带走的是脑袋 而不是口袋 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拘泥于平台的光芒和舒服 抓住一切可进步的机会 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 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这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真本事 希腊一座智慧神庙大门上 写着一句真言 认识你自己 古希腊人把它奉为神域 做人千万不要高估自己 只有看清自己 看清自己 才能看见真相 看准方向 只有知己知彼 才能有刃有余 百战不殆 平台固然重要 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做个有远见的人 不断提升突破 运筹帷幄 把人生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 这样 即使有一天离开了别人的平台 你也能成为自己的平台 即使再广宽的空间 也能自由驰骋于天地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顾客